間斷保齡茶室食物中毒事件 持續在延燒 累計至今共有三十一起的通報個案 而從即日起 用餐過的消費者 都可以憑發票及身份證來辦理退費 至於保險理賠的部分 臺北市法務局打包票 說確定原本的保單 是有涵蓋保齡茶室 現在就查著大時代所投保的 新安東京保險 要確認有沒有涵蓋在範圍之內 拿著發票身份證 三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 曾在保齡茶室用餐的民眾 即日起都可以到圓百A十三辦理退費 金額雖然不大 但保齡一案持續延燒 已經導致兩死五重症 對家屬來說 已經是無法挽回的傷痛 如今又爆出保齡四間店的保單 全數過期未剿 就擔心求償無門 法務局也請大時代 與新安東京保險 到北市府說明 面對媒體追問 保險業者不發異議 快速走進會議室 準備進行保單涵蓋範圍說明 就擔心保險真空 法務局打包票 趁立保險可以理賠 遠東這張保單 已經確認有涵蓋的範圍 那我也跟各位報告過這張保單的保額有數億元 所以應該是可以就是覆蓋這一次損害的範圍 我們對他的資產並沒有什麼期待 原則上就是我們還是希望可以透過保險 來安撫大家的民心 由大房東新議員擺投保的國泰產險 有商業綜合保險以及公共意外責任險 都有涵蓋保齡查試 二房東大時代投保的新安東京公共意外責任險 還有再確認責任歸屬是否有在城堡範圍內 法務局全力出動 只待受害者能夠儘快恢復還給家屬一個公道 記者綜合報導